- 迷你海岛屠龙记 - 蓝钻胸甲- 面包- 星星礼盒- 五星能量剑- 木炙短弓- 蓝钻头盔- 诶 这会不就是剧情写了的那六件神装之一啊? - 另外一头也是有个储物箱诶- 是能量剑- 木炙短弓- 蓝钻头盔- 蓝钻胸甲- 护腿- 靴子- 星星礼盒- 这也太简单了吧,会不会有诈啊? - 我专上了一套蓝钻套,拿上了武器,开始厉害吧- 我乘坐小船来到了对岸- 可是这岛上什么都没有- - 我就乘着小船来到另一个岛屿- 哇,这里野人蜘蛛倒是有一堆啊- 全都想要疯狂的头剑- 我只能够拿起能量剑- 奋勇杀敌了- 很不容易清理了全部的敌人- 先睡上一觉- 起来之话- 木炮蛋居然也来攻击我了- 看这个岛不是什么好东西- 乱灌之际- 我居然来到地狱之门- 可是我还是不够资格去打屠龙呢- 其实化石龙就走了- 我顺着水流来到了水流的源头- 有个储物箱- 是深海呼吸药机和火箭背包- 我就乘着小船来到 - 有了火箭背包- 那我就省事多了- 不用再划床浪费时间了- 我来到对面的岛屿- 进去了一个房子- 这个房子里有长长的梯子- 你不仔细看都不知道- 原来有宝箱是藏在最顶上的- 我的天哪- 还是六个蓝栽头盔- 我就来到另外一家装收更加豪华的房子里- 这里有净怪烟花- 这没什么用啊- 其他什么都没有- 还不如刚刚的房子呢- 这个牌匾上写了1.0- 什么意思啊- 这附近也没什么东西啊- 搞不懂- 嗯 谢谢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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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四处占优一下吧- 没啥啦- 那我就去红山树林吧- 我中火箭背包- 秀- 飞到了树林的上空查看一周- 也是- 什么都没有啊- 那就只能够去前往下一个松树林岛屿- 在房间里找到松果和泡沫糖- 宝不没有嘛- 我就像之前找到蓝钻头盔- 靴子都放在里面的橱屋箱里- 撬碎林子里的罐子- 获得了白色羽毛- 颜料泡泡糖等- 搜刮完- 我现在还是有几件神装没找到呢- 我们继续下一个岛屿吧- 神装- 我们继续 - 成功提示- 南瓜躲在最多南瓜灯的地方- 现在外围看了一圈- 什么都没有啊- 看进去- 橱屋箱里就只有一个晴雨烟花- 说好的南瓜灯呢- 哼- 骗人的- 不跟你玩了- 前往简陋的木屋- 橱屋箱里是有一些简单的- 工具- 沉水的铁桶和小木棍- 哼- 也帮不上什么忙- 这神装怎么那么难找到嘛- 屋子里是什么都没有- 吃不一吃- 去下个木地地吧- 水底的橱屋箱- 有蓝钻胸甲- 这还差不多- 这还差不多- - 不然都忘记我睡了干嘛的了- 我睡了小矿山- 这矿山也是很垃圾啊- 也是什么都没有- 再来到一间屋子里- 这屋子里倒是有很多东西了- 但对我而言- 也是木有用啊- 那还不是美丽灵- 美用的东西- 哼- 后来到了岩浆坑- 还是坑啊- 什么都木有- 坑死人了- 好吧- 到最后- 都没有收集一期神装- 想要帮你们知道- 顺余的自然里吗-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- 拜拜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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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-